宋少帝陵是岭南唯一一座中原王朝帝陵,他位于深圳市南山区,招商街道,赤湾村少帝陆,与赤湾公园隔路相望,宋少帝1272-1279,明赵炳,是宋朝第十五位皇帝宋度宗赵琪第三子,宋公帝,宋端宗的弟弟,作为南宋最后一位皇帝,赵炳在位近313天, 00元西侧见有陆秀夫副帝迅海白石雕塑,雕塑中的陆秀夫脚踏岩石,左手副扫地,右手做拔剑状,在他的眼神中,没有恐惧,没有无助,只有是死如归的凛然正气,而他怀中的扫地上不更是,显然不知国之将亡,人们处于纪念,用红绸与锦带披于两人身上,让这座不大的雕塑,看上去带着几分悲壮与肃穆, 作为宋代最后一个皇帝赵炳的衣冠种,宋少帝灵规模不大却五脏俱全,赵炳的粉肿低调而卑微,然而墓碑前却摆满贡品与鲜花,这一切与不远处的雕塑所定格的陆秀夫副帝迅海的悲壮场面,构成了鲜明的对比,这是一个辉煌过的帝国的落日,这是一个被纪念的亡国之君, 关于宋少帝灵为何会坐落于此,书面和民间的说法,皆似后世附会,可信度不高,赵氏族谱地丙玉蝶,在,后一海飘至赤湾,有群鸟遮其上,山下古寺老僧往海边巡视,苦见海中有一海飘荡,上有群鸟遮居,切以一只,设法正上,面色如生,浮世不似常人,知识地海,乃里藏于山路之阳, 民间的说法大同小异,只不过明确了同诗的服装,黄袍荣衣,以及发现地点,赤湾天后宫附近,天后宫他下的栋梁,则被视作天后娘娘宋少帝做棺材的材料,现在所持最早的可信文献,是康熙年间的新安县制,其中提到明代曾在南山见墓立飞,将其作为宋少帝的衣冠种加以纪念, 1911年,香港赵氏后裔,在明代一关种基础上加以整修,验定其形式,崖山海战是中国历史上最悲装的战役之一,宋公帝得忧,二年正月18日,1276年2月4日,临安陷落,五岁的宋公帝赵被俘,在国旧阳亮节,朝陈陆修夫,张诗杰,文天祥等人的护卫下,宋公帝的两个义母兄弟,义王赵氏和广王赵饼, 得以拿逃,建立了流亡朝廷,同年6月14日,七岁的赵氏在流亡途中的福州即位,称宋端宗,改缘景言,然而在援军的穷追不舍下,小皇帝只得继续南下,景言三年,1278年,宋端宗驾崩,鲁秀夫拥立赵饼为帝,改缘祥星。 不过祥星这样美好的年号,既没有带来祥瑞,也没有带来忠兴,祥星二年2月初六,1279年3月19日,宋元双方在广东新辉崖山海域展开决战,二十万南宋军民南北受敌,全军覆灭,国师至此,陛下当为国死。 得幼皇帝如以慎,陛下不可再如,丞相陆秀夫感慨大势已去,怀父八岁的赵饼跳海殉国,各路将师见状纷纷投海,宁死不详,实在浮尸达十余万,崖山海战的结局标志着南宋的灭亡,这是中原王朝第一次彻底亡于一族之首,从某种意义上来说,这也是古典意义上的中华文明的终结,宋少帝林作为纪念性质的分种, 既没有汉唐帝林之威鹅庄严,也没有明星帝林的严谨有序,它的价值当然不在于文物本身,而是为广大爱国者提供一个感怀孤国,平调鲜贤的平台。 有人说崖山之后在吴中华,话虽略显偏激,却体现出人们发自内心的家国意识和民族尊严,而在这里,一座小小的墓前,那段让人恶安的亡国历史,将在你的脑海中翻滚不息,宋少帝林以靠小南山而建,规模不大。 坟种由两重弧形围墙围绕,前不开缺口,墓碑极欠于中不迎前,上书大宋详兴少帝之灵,八个田金大字,其中详兴四围宋少帝年号详兴之恶物,右左位两行田金小字,本山坐于兼济富挂四只,心骇岁肇是三派一孙重修。 墓碑上侧刻有龙形浮雕,色彩明丽,与围墙后侧上方的双龙拱日相呼应,两旁则圈刻对联,黄义与金言颂四,是安长此拱黄陵。